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批评的消息 我们也知道其实目前的话中国队呢也是因为呢被对手一比一逼平的 现在那么世界被出现的一个资格呢变得越来越危险 概率和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 所以我们也看到其实全国上下呢 只要是关注国族的球迷呢都非常的愤怒 尤其是对于李铁呢在此前的一个骚骚座呢更是非常不满意 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呢在这一场比赛当中呢 李铁恰恰是在66分钟左右呢 去换下洛国富呢才最终葬送了中国队的一个胜利 包括在此后他的一些换人策略呢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最终导致中国队就要下半场崩盘呢也给对手找到了机会 最终呢逼平的比分而我们呢也丢失了宝贵的三分 那么在赛后其实我们也看到了球迷都强烈要求了李铁赶紧下课 那么大家都觉得他的能力呢一点都不出色 也这个配不上中国主帅这样一个位置 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包括黄建祥啊 还有等等韩侨生呢等等很多业内的人士呢也都批评李铁 觉得他这一次用人呢真的是相当糊涂也是毫无逻辑 那么本来以为现在呢其实比赛结束那么过去了两天时间 大家都已经觉得这个事情是不是已经过去了 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呢国不足产败的风波却在持续的发酵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最近的话除了人民日报发文去批评李铁之外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呢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 目前呢另外一个官媒新华社呢也是发文重拳怒批李铁 那么在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呢新华社这次呢 这次呢是强调李铁的一个用人的三个重要的问题 觉得他在用人方面呢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和荒唐的一个理由 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中国队在大好的一个前面之下呢 输给了对手所以从新华在这一番言论当中呢也确实看得出来 他们非常的可惜同时呢对李铁这一番烧操作也是非常失望 他觉得中国队之所以惨败那么完完全全了 就是李铁在用人方面出现了错误的一个问题 所以其实从目前的一个整体情况来看的话 其实呢已经是不仅仅是球迷了 对李铁这样的一个用人安排非常不满 甚至连人民日报新华社这样的一个官媒呢都已经发文去怒批李铁 所以其实对李铁来说呢那么接下来呢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如果说其实啊连这个官媒包括球迷呢都要求他下课的话 我估计呢程虚言这个主席主席都保不住他 所以接下来对李铁而言呢只能够说在澳大利亚身上拿到分数 提出一个非常漂亮的比赛才有可能挽回他的口碑 否则可能接下来呢基本上对他而言没有太多的一个机会 那么等着下课呢可能只是他最后的一个结局和宿命了 好了本期的阿三坎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